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你叫我什么呀 爸爸 妈妈 那是我妈妈 一轩 你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来 这位是我先生林一轩 这位是艾小姐 你好 你好 这是你的孩子啊 对 他是我孩子 爸爸 爸爸 娜娜 他不是你爸爸 先走了 再见 你怎么了 舒服吗 可能是 可能是饿了 头有点疼 那你等会儿 我去拿包包 很快 艾宝的突然出现 一记闷棍 狠狠地砸在我脑袋上 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片空白 爸爸这个词 又回到我的耳朵里 居然是从一个三岁的孩子嘴里喊出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 这个孩子是我更爱抱的 怎么样 还不舒服吗 我没事 刚才那孩子挺逗的 瞧我爸 对啊 你是想说 艾小姐挺漂亮的吧 瞧你 我是说这孩子挺可爱的 对啊 这孩子是你们幼儿园新来的 嗯 对啊 两个月前吧 有一天 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 被搂笑一笑 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 过了两天 他就带着孩子来了 不过 他总是很忙 都很晚来接孩子 现在的单亲妈妈 真的不容易 三年了 怎么说 艾宝他怀了我的孩子 爸爸 你叫我什么呀 爸爸 这是你的孩子 对 那是我孩子 他总是很忙 都很晚来接孩子 现在的单亲妈妈 真的不容易 三年了 艾宝就像从人间蒸发的一样 这些年他去哪儿了 他又干了些什么 特别是今天 他带着孩子出现在我跟奶梦面前 他又想证明什么呢 如果这个孩子 真的是我跟爱宝的 如果这一切 让奶梦知道了 会怎么样 想到这些 我真的感到头皮发麻 这一切 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了 爱宝怀孕 是真的 您之前是不是有过 不要人用的百姓 当时就是 没有开刀 这块血精 我们怀疑这个血块 我真的已经让我开心 他总是 那小姐提高的来家 对 娜娜 我不是你爸爸 我没对 等待 你等待 你先不及时把话给我说清楚 这些年你却拿了我一直在找你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有什么权力管我 你爱过我吗 你真的关心过我吗 我有 我真的有 不要忘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是有老婆的人 爱宝 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 是我们的孩子吗 不是 杀伙 好乱跑 别再折磨我了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 一定要我从为你说起 不开始 从头 那天我离开你 其实我根本没有走 我就坐在老大里 有一个男人 他上来 带我走 他太爱了 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不久 他就病死了 孩子是他的 那我们的孩子呢 我拿掉了 你又没觉得这么不怕残忍啊 你就不残忍吗 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收留我 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 我可以为了他把我的孩子拿掉 就是 用他妈的他修容你 你就跟他结婚生子 对吗 那那不可以呢 要收到我就收了 我要去接孩子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几年 你靠什么来讲 我自己靠什么来讲 我这孩子 你搞得太多了 请记住 你是有老婆的吗 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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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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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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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孩子还问起你来了 哪个孩子啊 这双子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啊 今天他看到我就问 爸爸呢 爸爸怎么没有来 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 一个孩子没有爸爸 就得叫陌生人爸爸 真的不知道 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 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 是我们的孩子吗 不是 你撒谎 拿我们的孩子呢 我拿掉了 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 我可以为了他 把我们的孩子拿掉 请记住 你是有老婆的人 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 饭好了 过来吃吧 好 我今天 有点不太舒服 我 我想上楼睡会儿 你自己吃吧 你还好吧 没事 头疼 借签 你只 campus 你许多些许多天 你最后一顾 worldview 这两个月 你最后一顾取 destac 我觉得第三个日子 就不理他 真的啊 我也不知道还画出这什么东西来 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 应该考虑让她学一学 爸爸 来吧 我们该回去了 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 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 你们花江聊得挺开心的 对啊 我和爱宝都有聊不完的话 一起吃饭吧 不了 我跟孩子还有事呢 那让我们送你 没关系 我打车回去就行了 我们改天接着聊 走了 拜拜 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的 走吧 走 走吧 走 你们俩真是有本事啊 花了公司大笔的钱 请客户吃吃喝喝的就给我换来这个结果 我们也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 本来下面的关系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但是上面突然又说不行 其实用叶瑟这个概念来做这款葡萄酒 在他们下面所有相关部门都全票通过 但是现在他们上面又说不行 我现在真的有点质疑他们的品位 你们俩在这个荒荡干了多少年呢 我再告诉你们一声 听好了 客户就是我们上帝 他们的品位就是你们的品位 永远不要怀疑你客户的品位 知道吗 其实他们对整体的构想啊 已经没有太大的质疑了 只是对效益啊 还没有太大的信心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啊 做得还不够 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不想听过程 我也不想听你们俩检讨 我需要的是结果 出去吧 一会儿你通知一下财务 就是我说的 这两个家伙请客吃饭的钱 由他们自己报销 好的 行了 没事了 那我先出去了 你们华江聊得挺开心的 对啊 我和艾宝总有聊不完的话 奶梦和艾宝的关系越走越近了 我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担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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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次我们公司招聘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公司这次招聘的情况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一个算得上市人才 说看 这个小伙子是传媒大学硕士毕业 广告学专业 精通各种软件和数据信息的处理 沟通能力也很强 之前在澳美是担任部门副总监 他想来咱们公司应聘副总的位置 接着说 之前看到他资料的时候 我们觉得也很惊讶 后来电话确认 发现没问题 他就是想要来公司当副总 据我分析 他可能在澳美不太得志 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想跳槽到咱们公司 祈求更好的发展 说穿了可能是话语前的问题 我对这个小伙子有点兴趣 你告诉他一声 是我想见他 好的 明白 不好意思 那个人不是吴玥吗 不是吧 不是啦 他就是演西游记的那个呀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演猴子的人 我敢保证他一定就是 不然我们打赌 打赌 怎么赌 不如 我们就赌闹闹吧 如果我输的话呢 闹闹就借给你玩三天 这算哪门子赌注啊 那我赢了 还得帮你带三天孩子 不是自找麻烦吗 你不要口是心非了嘛 我看你那表情 就知道你特别喜欢闹闹 这倒是被你说中了 那好 可是你赢了呢 这 不如这样 如果我赢了 你就把闹闹给我们玩三天 如果你赢的话 我老公借你拆遣三天 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 我不会输的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确认啊 不如我们去问 请请问 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请问你是演戏 我记得 对 那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 不好意思 小小小姐 这个吧 公司有规定 他不能合影 在这种程度下 不让我合影了 等一下 小小姐 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这么对待我自己的游民 你好 拿我的照吧 稍等 留个电话吧 留个电话吧 雨萱 今天我给你赢了一个儿子回来啊 什么意思啊 反正呢 从今天开始的三天起 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 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 对啊 闹闹接下来愿意 就去你们家晚三天了 听见了没 开不开心 你们在哪儿啊 我把手套的事情做完了 我马上过来接你了 我把手套的事情做完了 走 走 走 我把手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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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 说要来接我们 现在都几点了 去趟天津都该回来了吧 早知道这样 就不让他来接我们了 对啊 这下可尴尬了 留也不是 走也不是 等一下遇到交通高峰期 非得堵在马路上不可了 但我们现在走的话呢 你老公应该在路上了吧 让他铺空也不好吧 那能怎么办呢 你就再等等吧 你所有的资料呢 我都看过了 非常的好 不过 我有点疑问啊 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几个大公司 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 林总 我都坐到这儿了 这就证明了 这就证明了我对贵公司的信心 现在就看贵公司这座庙 是否能收留我这个流浪僧了 姐 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不是吧 我看他不像是没有情调的人啊 那你就错了 他其实挺大男人主义的 没什么情调 不过 他倒是挺喜欢旅行的 但是常常是说走就走 也不跟你商量的 还有 他喜欢画画 也画得挺好的 他常说 如果他没有做广告的话 搞不好会成为一位画家呢 你对薪酬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我之所以想换个新环境 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新的发展 只要公司能给我足够地 施展自己的机会 薪水方面不是问题 就按林总您以前的规定就好了 对薪水方面没有要求 那其他方面呢 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 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外企 是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发展最好的地方 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该学的都学到了 所以 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 一展报复的时候了 也就是不肯定做化的人 我也算要有这些地方 帮助了 那些很重要的事情 还并不仅合作者 我自己也认为了 实际我 和你所有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愿意留下来吗 任凭差遣 不如这样 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 我让你看看他的画 这 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这么定了 等会儿我们去超市买点菜 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 好 林总 我真不明白 这么好的人才 您怎么还会说 未必给他留个不错的位置呢 万一他走了 岂不是咱们的损失 是人才 我们欢迎一定要留住 可是 他来我们公司应聘 对酬劳没有任何的要求 挺着我费解的 我们可以换种思维方式考虑一下 他万一是来我们公司 来窃取商业情报 用于他图 你想过没有 林总 我觉得您也太谨小声微了 他说的都合情合理啊 傻丫头 如果他是真心想留下来 咱们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呢 先给他一个策划专员吧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 如果他真的是人才 真的想为我们公司来处理的话 相信我 我不会埋没他的 明白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爱宝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 真正的走进了我跟乃梦的世界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意味着什么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一切都是未知 还被谁 不用这么口气了 你以后啊 愿意的话 常来家里玩 谢谢 老公姐 你家布置的真的很温馨 真的啊 我给你看 我上次看到 这个家里的装潢 我特别想 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 我会把婴儿房装成这个样 这好看吗 很可爱啊 你去帮帮她 你一个人坐一下 豆角包好了 还有这些蔬菜也洗好了 这次就算上次那个样子吧 味道特别好 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喽 我们公司虽然不大 但是五脏俱全 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呢 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问我们哦 对的对的 这个策划案 谢谢谢谢 聊什么呢 那么开心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孙林 林总的大蜜 大红眼儿 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 你好 行了行了 你们别贫了啊 北大尔你工作了 来 奶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 我心里 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 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在我周围围绕着 你拿拿 叔叔爸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 为了他这个帽子对了呢 这个狗熊 做这个狗熊的时候 这阿姨给他穿着衣服呀 老婆阿姨 这是做狗熊的阿姨 为了他也穿着裤子啊 爱宝走进了我跟奶梦的生活 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 林总 上次那个红酒策划案 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回信 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林总 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奖 奖 咱们新来的任意 是对方冯总公司的校友 咱们何不死马当活马医 试试看呢 你是说任意 你 你 在乖 你 你 你 来 晚来的啊 目前为止是我们公司 最大的一个案子 也关系到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 这个案子大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今天呢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就想听听大家 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 可以畅作语言随便说说 慢点 任一啊 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这个案子应该有所了解 我也想听听 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建议 或者有什么想法 对红酒这个案子不是有些了解 有些个人的看法 我的建议是 放弃传统的广告投放方式 加入高端新媒体的介络 我有足够的市场数据来证实 这个措施的可视事情 还有就是 我们公司 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广告策划案 如今做广告策划案 第一 你一定要去考虑客户的存在感 还有就是 市场的时效性 这个时效性非常重要 我相信 改正了这两点 客户一定对我们再无疑虑 并且我敢说 我对成效负责 你的信息有多少 年轻人 别说大话嘛 冯总那边可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这可是背水一战 失败了就没有进会儿了 我说我的信息有百分之一万 有意义吗 那你刚才凭什么保证 你刚才又凭什么说对成效负责 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 凭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 更重要的是 凭林总对我的信任 好情了 都别争了 任意说得非常好啊 我今天呢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公司这个品牌的 红酒广告策划案 全权交给任意的负责 任意 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不好意思 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 是 好 那么我晚点过去 谢谢 怎么了 你等会儿还有事啊 嗯 听说有一个老中医 他医术很厉害 我去搞把卖 老中医啊 是啊 我也想去看 能不能带我一起 当然可以啊 聊什么呢 一轩你来了 一轩 我刚刚跟艾宝说 我们俩想去看中医 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的孩子 没问题 没问题 辛苦你了 那我们走吧 拜拜 拜拜 有问题打电话 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 我 仿佛 整个世界 咱呢 忘记了危险 甚至 忘记了 爱宝的存在 你看啊 林总 嗯 问您点事呗 说 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 他叫任意 是我们公司新来的 怎么着 喜欢啊 还行吧 您就帮个忙呗 哎 我警告你啊 喜欢他没问题 但是记住 工作的时候 不要打扰我的员工 知道了 就那边加一个 任意啊 任意 任意 任意总 怎么了 林总 你看一下啊 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 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 对 我让他们啊 上面加盏灯 把这字打亮 嗯 怎么样 好 莫花姐 就按你的办 弄弄累不累 要不要喝啥汁 来 喝一口 喝一口吧 来 小心啊 好棒啊 我还要喝一口 好 拜拜 我能暂时以非秘书的身份 跟你说几句吗 干吗那么严肃啊 有什么话说 您今天是不是把任意的电话 给那个模特了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做了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便把别人的隐私透露出去呢 你怎么知道别人需要你的帮助 万一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呢 你跑了我这儿来大叫大善干吗呀 不就喜欢任意吗 直说嘛 我可没那么说 还说没有 你瞧瞧 我这咖啡都变成醋了 我想问问你啊 你哪个眼睛看见我 把电话给那个女孩了 行了 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任意 我跟你盯着呢 既然你喜欢她 那咱们就应该分析一下她 任意的学历又高 人又帅 别说那几个模特儿盯着她 我们公司的好几个女孩 都盯着她了 你可得要小心一点 还有谁啊 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容易引起那个矛盾 不过我也侧面打听过 她最近还单身 我也从来没发觉过 她跟任何女孩约过会 就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 只有三种可能性 哪三种呢 第一种 把同心恋 不可能 这第二种 信冷淡 胡说 您又胡说了 不不不不 这个不太会胡说啊 你想想 现在白领呢 工作压力大 很容易得这帮门病的 您是在说您自己吗 我是吗 我是一个例外好吗 那你怎么知道她不是个例外呢 行 她是个例外 第三种吗 这第三种呢 就比较关键了 嗯 人意 不喜欢泡巴 不喜欢夜店 嗯 那你告诉我她喜欢什么 她想找什么样的女孩 她肯定想找一个 跟她有共同语言的女孩 是不是 按照咱们这样分析 我觉得适合人意的 也就只有女博士了吧 她喜欢的是一种知性美 知性美 我这么说 你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了吗 我明白了 既然你明白了 能让我自个儿待会吗 好嘞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i know who 43 你是Agni 我找不到你 我快要窒息 Baby 你在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眼成灰烬 却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找不到却不能感觉不到你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难道注定相遇又分离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就算找不到也要感觉到你的呼吸 我还爱你 深深爱你 哪怕 注定相拥着哭泣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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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